喂 17号 在云南省普尔市诺扎渡自然保护区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寻山途中 首次近距离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官班犀鸟御除的罕见画面 在热带雨林中的一棵高大桥木树上 一只黑体会顶着蜡黄色窥状突起雾的大鸟 来回穿梭在树洞旁 只见它摇晃着脖子 吐出刚刚觅食的虫子 不停地往洞里投食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应该是一只雄性官班犀鸟 一般雌鸟在洞内育除时 洞外的雄鸟两小时左右 就会来洞外投食一次 据了解官班犀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喜欢成双成对出行 过着家族式群居生活 一旦其中一只离开 另外一只将终身不再婚 因此有爱情鸟之称